还好这个地方离货阿姆镇不远了 我建议我们先去这里补济一下 确实 我们的吃的全在小屋里 看这样子 也不像能剩下的 等等 那这么一说 我们的金币好像也在小屋里 哎 算了 一会儿去卖一根我的吊坠吧 我总觉得我们这次出门 会被你们坑得倾家挡产 嗯 自从你们看过我的小金库以后 就是这样 哪有 我怎么可能会坑你呢 你这笑声越听越不像好人 哎 原生真是艰难啊 别废话了 我们先去镇子里看看吧 别拦动我 我要砸了这个破档铺 减商 减商 哎呀 这不是你自己都同意了卖的吗 怎么一出门就反悔了呢 就是就是 帝国首富的长子 怎么能不守契约精神呢 我那吊坠 可是纯24K金的 我们家那提电技术 超越了全帝国提交铺 30年 光是雕刻的技术 就只5000个金币啊 他居然只给我50个金币 哎呀 淡定淡定 这南方小破镇 跟皇城哪能比啊 物价多低啊 而且你没看到那老板 差点就把老婆卖了给你凑钱了吗 走吧 我们去市场上买点吃的 再去打听打听 隐居的那个大佬住在哪 2000年之后 酷子这家伙 怎么问个路都这么慢啊 说不定被妖怪抓走了呢 现在方圆石里和妖怪关系最大的 就是你了好吗 死灵法师啊 我觉得你让他去问 还不如让我叫个亡灵出来问一问 我回来了 不定行 本大爷依靠自己的三寸不赖吃蛇 成功的让那个情报贩子 给我打了三折 你怕不是把情报贩子打骨折了吧 说什么胡话呢 我说的是本大爷用自己的三寸不赖吃蛇讲家的 谁说舌头不能打扎的 你想一想青蛙还有赖蛤蟆 哎呀 反正就是只用了三个银币 就问到了怎么去法师的城堡 你等等 三个银币啊 是啊 只要沿着这条路 一直直走就能到城堡本口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刚刚随便找了个路人问了一下 然后就晚上了 啊 这 闲杂人等赶紧爬 此地不许进入 我有皇家魔法学院院长的介绍器 是来找传奇法师阁下的 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凶 怎么就赶紧爬了 让本大爷来教训教训他 我去 好本 救命啊 裤子 我来帮你 好家伙 我没动手啊 别打我 啊 我一定会回来的